那麼另外呢 關於這民進黨內的總統提名作業 其實現在感覺天王之間有一些角力 而且這個前立委廖本嫣 她是在這個踢壩上面 特別是要拱蔬菜配 或者是蔡蘇配 她都沒有意見 那麼蔡英文自己被拱 她又有什麼感覺呢 一塊來聽聽看 但是我們必須要記取教訓 總統的提名就是總統的提名 提名的就是總統 那副總統的提名權在於總統 那總統要由總統來決定 她搭配的最適當的人選是誰 那我們不要忘記在選戰中 最重要的還是總統的候選人這個角色 那我們在2008年的經驗 雖然我們的候選人 也去尊重了我們支持者的這種意願 但是最後證明說 她應該不是一個很成功的經驗 蔡英文特別舉08年的時候是謝蘇配 她認為說這不是一個很成功的經驗 因此她認為呢 這個如果說提名出來 這個總統候選是誰 由她來決定副首人選 這樣比較合適 那麼以上是我們在現場最新情形 把時間交還給彭麗主播